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多说无意,何须洗白? 王一博只做不说,用真心换真心。 因为一段采访,UNIQ王一博被关上文盲的帽子,实属有点冤,如今的舆论导向,让人感叹,多说无意,一切交给时间吧。 其实王一博不是那种会说漂亮话的人,在综艺天天向上这就是街舞中,我们发现他并非是个多话的人,而是只做不说,用实力来证明自己的那种人。 王一博的爆火,也是始料未及的,更没想到的是,这个看似高冷的人,在转型电影圈的过程中,会饱受这么多的非议。 如今看来娱乐圈的人,特别是这种顶级流量艺人,生存的环境真的堪忧,多说会引发咬文嚼字的争议,不说呢,就会评价说态度有问题,脑袋空空,不回应吧,就是文盲。 各种的帽子都会给你戴一圈,让你体验社会的残酷。 其实在这个风口浪尘的时刻,王一博不回应是最明智的,外界对他的看法,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,慢慢改善,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,演员依靠作品说话,才最有底气。 拍摄无名的过程中,王一博说,自己很幸运,能够在没有太多作品的时候,导演成尔可以选择他,并且在拍摄的过程中,他才真正的体会到了演戏的乐趣,虽然每天压力很大,但是他都能乐在其中,可以跟优秀的前辈们学习到很多。 幕后花絮放出后,我们也感叹良多,抛开外界的各种非议,总体而言,王一博在无名中的表现,的确让人刮目相看,不同于以往的作品,这个角色很有个人魅力,他呈现了当时那个年代的人的种种无奈跟复杂。 对于一个97年出生的年轻人,实属不易,对于角色的深入了解,才能演出角色的精华所在,你问他对于角色有什么感想,他定然心中有答案,可是也有很多不能及时说出的感想。 结果在视频放出后,很多人说,这是开始洗白了吗? 还有王一博在路演现场,提及了这部作品,说用真心换真心,感谢观众走进电影院里支持这部作品,这部大家用真诚打造的作品。 没有华与的语言,只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,这种方式很王一博,也很让人动容,说到底,是个老实人做事的风格,可是这个社会的残酷就是,老实人总是被人欺负的。 难道不是吗? 他用真心换真心了吗? 票房高达了9个亿,对于片文一篇的作品,这个成绩已经不错了,可是仍旧有人不买账,拿着各种的嘲讽的口气来评头论足。 放出一些电影人对于王一博的评价,放出一些路演的现场视频,放出幕后创作的过程,在不喜欢的人这里,都是洗白,都是一堆的问题。 所以呢,多说无意,承尔导演说,现在上台发言,多说话是有风险的,指不定你的那句话,会被无限放大,小题大做了。 王一博最大的遗憾是,没有按照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走,但却成就了自己的如今,一腔孤勇的方式,总会饱受争议的。 最后想说,一切交给时间吧。 荆棘之路对于王一博是一种动力,只做不说的实在人,会用作品得到更多人的肯定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